眼科中医林佑彦 林医师平常是有在练气功的 我们有请林医师 今天交官员朋友 他练气功当中的这个 怎么练啊 蹲当 什么叫做蹲当 其实蹲当它本身是 武术里面一个蹲马步的动作 但这个蹲马步的时候 大部分只强调下半身的力量 但是我们在练的时候 是需要连全身的肌肉一起运动 我有请超级女神 跟你一起练蹲当 英俊姐 而且还要脱鞋 他脱了鞋 为什么要脱鞋 为什么要脱鞋 因为蹲当他在做动作的时候 会容易因为站姿的关系 所以会有点不稳 他的动作大概可以分解成五个部分 首先第一个部分是四指并拢拇指张开 然后第二个动作是 肩膀往后夹 屁股跟着夹紧 夹紧的同时 两脚大概与肩同宽就可以了 像坐椅子一样往后坐下去 而不是蹲下去 也就是说你蹲下去之后 你重心必须要往后 有点像往后撑 所以脚趾头必须要抓住地板 用掌跟压地板 夹肩胛骨 屁股跟肩胛骨夹紧 像坐椅子一样坐下来 脚趾头抓住地板 扒 然后再夹住屁股的同时 大腿会往外撑 往外撑的同时 内侧再用力扣起来 所以压甲坐旋扒 练的动作的时候 就是舌顶上个腹式呼吸 看正前方就可以了 我以为看你 所以像益君姐现在这样子的脊椎 它其实是已经有点歪掉了 所以它是有点翘屁股 所以要缩小腹 重心稍微往后坐下去 真的要穿 就脱鞋 真的需要脱鞋 因为它一定会倒 为什么它可以改善鼻过敏 这些肌肉运动的时候呢 会进而去动到身体的内脏 就是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 可能有些朋友们会觉得 身体慢慢地变热起来 甚至是会有打哈欠 或是打个甚至是帮屁的这些欠像 再让我们各样朋友 看一次医师的专业示范 刚刚我听他说 他可以蹲45分钟 这个姿势 我吓到说 一般人可能连三分钟都很难 他说他可以蹲45分钟 这其实是自己体力上训练而已 因为这个动作 它其实也是武术的动作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0YouTube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FB点赞